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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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9月27日賽事 玉敏射馬貼五中五 就是拿6號神奇大帝做膽 拖3號紅黃、4號雙節棍 11號西夏之王 14號城勢 所以這第四場 我選擇了4號前進 拖7號聖夢帝國 1號雲來複星 8號浩宇千里 1、2、3、4、8 3、4重彩湖村 拖4號印水指 為此拖1號、2號、3號和8號 1號 2號 1號 1號 2號 1號 3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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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心星 12號 楊明滿滿 3、4重彩 4、6、7、8、9 這就是第9場提供 現在已經是月頭了 十月份的旭敏射馬已經開賣了 現在還可以經PAYME付錢 記得早買早享受 馬後炮 回來第二節的馬後炮 繼續說回9月27日的賽事 剛才預告了給你們聽 我都會拿回那場焦點賽事 就是那場1400米的慶典杯 金槍60對米利傳承 其實之前都說了很多馬會有很多宣傳 我們很多行家都聚焦地說了這兩隻 究竟哪一隻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最大的問題 其實兩隻馬 上個星期我們跟波仔做馬後炮的時候 我們都各自都說了 這兩隻馬都各有疑點 一隻就打鼻之後就一直都沒有出 究竟你保持著它這麼久 還有之前試襲又好像一般的 究竟他跑得到多少 這是第一個 對金槍60的問號 接著到米利傳承 米利傳承 他上一個試襲 也是在跑這場馬之前 試過的那個 也是一般的 又不是說很困難 那麼希斯接手這隻馬 又怎樣呢 因為你看看希斯 其實除了開羅日 頭威頭勢 其實之後那些賽事 基本上你不說都不知道 他有馬出的 表現完全都很可怕 完全都不像一個大倉口 主觀的寄望 就是這一天 就拿一隻米利傳承出來 希望他可以反抵 所以其實都是各自有問號 而且這隻馬上季 也用了很多 也拼了很多場 雖然他上季都叫做 都撿回一場 呂黃銀禮紀念盃的G1 但是其實他幾場 搞幾場大賽 就是這個香港一里錦標 就連條Q都掉了 然後董事盃又輸給夏威夷 其實上季都已經看到他 雖然他上季贏了三圓 但其實你看到這隻馬都開始走下坡 所以都是好看 希斯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板斧 能夠把這隻馬再重新 再穿起他 所以其實這一場馬 都看到很多 大家如果再重溫 有機會重溫 重溫這場馬 其實都可以看到很多 這隻馬究竟還有多少 這場馬當然是輸了 但他還可以拍得到多少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看一看這隻美麗傳承 金槍六十如何搭著贏 我們去片 4米 慶典杯 大熱是六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加了認知聲快 外面二郎快 再見到大約三四位的馬 中檔勝得精彩 外面有啡色帽黃衣 第三位有村河專區 第五位是美麗傳承 再在外面位置大騰王 金槍六十 香港馬嵐白衣 黃帽 大約跟著他第七 再後面有兒至好 粉紅衣 尾衣 有羽龍共舞 卑姨八步村民 暫時殿後 是他就是封煙四喜 接近香港 太后院 家應之聲 貼難放 外面二郎跟上來 第三位有村河專區 內蘭第四 美麗傳承 第五位是紅帽黃衣 有勝得精彩 在內蘭未知 有兒至好 金槍六十 馬嵐中間 白衣 黃帽 在他外面一路走出面 大騰王 厚一點的馬 羽龍共舞 百步村民 包尾是那隻風煙四喜 好 轉彎入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看到外面 就勝得精彩 一股煮氣 先蓋上來 見到外面家應之聲 金槍六十 在外面衝 馬嵐中間粉紅帽 粉紅就美麗傳承 最後一層馬 還有村來村區 最後八多米 金槍六十 一股作氣已經蓋上來 壓在聖德精彩那裡 再賣面位置 還有二郎 外面有美麗傳承 外面還有村來村區 接近中間 金槍六十 復出 馬上贏 跑第二名 有外面 美麗傳承 入面 聖德精彩近 結果這隻金槍六十 跑法都真是不方不亡 在二踏開頭 比較淺 你看到金槍六十 一到尾一立上來 已經布出得好 你看到這裡 其實他的腳衣 都未出正腳 但是 一早都已經彈掉了 變成 又加上他揹得這麼輕 就很穩陣 反過來再看一隻美麗傳承 其實早段他又不是擺在 擺不到在前面 但是這幾步 都叫做可以 摘上來 就僅僅 以為他可以 以為他可以 看到他是過了 聖德精彩 這裏還以為他 看到他過了 聖德精彩 但是最後拍照 這裏 你提到 如果你這個鬼國內 其實 其實 平頭都是兩體 但是他後面的細 真的都有一個細頭 至於川河專區 沒有辦法 你擺一個洩陰 你都不可以寄望 那麼多 我們先看巡來影片 其實這場馬 各自都是 各自都有表現 你看看 一檔美麗傳承 二檔金章 中間這裏 他都在後面 給了一隻家應之聲 但是 美麗傳承 他就用不到 一罐放在前面的跑法 他都在後面 不要逼他 因為都怕 早段逼他 後面又沒有拉屎 其實這場馬 其實跑得比較有驚喜 反而 臨場 落飛落得很厲害 那隻聖德精彩 這裏 你見到莫雷 都是在圈羅專區的後面 金槍六十 再有一個後 給大騰王 刪住他 後面就是 八步川雲 羽龍共舞 那邊就是 封煙四起 封煙四起 轉了一個彎 家應之聲 和二郎 兩隻典型放頭馬 在前面放 但是 步速都轉正常 外面 你見到 聖德精彩 就開始想走掉 他 在外面 想突圍 但當然 你 亡者在後 當然他怕 金槍六十 這裏 你見到莫雷拉 都已經意圖想走掉 但是 這裏 見到河濟 不方不望 這裏才可以養兩邊 已經養兩邊 已經拍著聖德精彩 這裏 都未打邊 已經過了 後面 美麗傳承 和 這裏 兩隻都在外面 湧上來 這裏 美麗傳承 就會比較好 如果 你問我 解讀 首先 美麗傳承 很明顯 是有些退化的 但是 希斯 都能保持 這隻馬 即是束銳一擊 這裏 你見到 嘗試 都是想加速 其實 應該這樣說 之前一步 之後一步 都應該都是 美麗傳承 壓到聖德精彩 但是 我再放 再給 再給 你看下去 但是 後來馬會 放大那張照片 就拍到平頭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 這裏 這裏 村河專區 其實這裏 熱了身 這裏 其實這裏 幫助都很大 估計 這四隻馬 1234 估計 這四隻馬 接下來 沙田錦標 或者 馬會 國際賽 一里錦標 的預賽 甚至 最後終極 就一定是香港 一里錦標 這三場馬 應該這四隻馬 都會再度碰到 所以大家都留意 金槍60 憑著他這麼輕磅 一一五磅 就先取先下一成 所以 你看到他 其實這幾匹馬 對他們之後的部署 其實都有幫助 再看下去 其實好像八步穿雲 雨龍共舞 其實那些都衝得 後上回來 都走得都不錯 二龍一路由頭到尾 最後都不是斷了那麼多 相反反而 加應之聲 那些就比較失望 好了不要了 其實這一場馬 大家都看到 真的 這個 美麗傳承 應該都是 大家都很焦點 看著他 看看他究竟 跑完這場 會怎樣做 我估計 希斯 一定都會 對於這隻馬 怎樣都會 想辦法 幫他贏回場 但是 他想幫他贏一件事 但他贏不贏 就另一回事 始終這隻馬 你看到 雖然他有個勢頭 衝上來 還有 叫做 衝回 衝回 有些勢頭 但是 畢竟這隻 始終是八歲馬 亦都用了這麼多 真的會有些 可能跑完這場 他會再 再有些退化 都不頂 但是也叫做 保住他 跑這個路程 都未脫過 到現在為止 跑了八次 六個第一 兩個第二 都頂得住 至於金槍六十 你看到 他 這次 真的憑著 手綁 就贏到 但是 你看回他 他應該 會增情 會比較好些 那 究竟 如果大家還記得 上季 他也有說過 究竟這隻馬 會向 連馬斯都說過 雷劍威 究竟想向 一里 還是向 二線 進軍 因為當時 他還在想 跑完 打比之後 究竟是跑 女王杯 還是跑 冠軍一里賽 最後兩場都不跑 但是 相信 我估計 因為 這場 跑完之後 當然 跟著 沙田錦標 一定會再出現 然後 那場 國際賽 最終 他在跑 國際賽 究竟會跑 一千六 還是二千 如果現在這樣看下去 我估計 可能會跑 一千六 也不算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變成 川河專區 未必 未必 可以 拿回稅權 因為 大家的性能差不多 都會 碰頭 所以這兩隻馬 接下來 金槍六十 就是這樣 跑了這麼久 回來 威力 也是這麼厲害 雖然 他是受揚 但是 他真的要有 展現能力 才可以做到 所以 看看下一場 叫做 磅位 再收窄 近一點 看看 他會 再收窄 近一點 他受揚再少一點 會不會 一樣這麼厲害 這一場 他贏了 就加了8分 加了8分 所以 就 都 去到120分 接著 下場 再對他 由18磅 如果 再對美麗傳承 就會由18磅 就會變成 剩下10磅 剩下10磅的磅差 所以大家 真的要看看 究竟會不會是怎樣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說下一場 下一場 當然 這一場 這場 要稱讚田泰安 因為 他跑這隻 幸運快車 也看到 這一場 第10場 總場 至64場 當時 如果大家還記得 莫雷拉選了 保城智勝 竟然不跑幸運快車 便宜了他的弟弟 便宜了他的弟弟 便宜了他的兄弟 便跑了這隻幸運快車 然後自己便宜了 便宜了 到臨場 潘頓 便瘋狂落飛 便知道必勝 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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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三隻 白色龍 尾伊內蘭 這一隻是聚財 包了最後 就是香川桂寶 好了 轉彎入直路 前面帶頭的馬 便宜了 是這隻夢幻人生 綠色時代 好不規矩 在第二位 保城智勝 綠色駿 中檔第三 邁便道道 在內等位的馬 分別有牛角仔 知道必勝 外面衝 幸運快車 最出還有兩隻 黑衣 長長精彩 外面位置還有一隻白色龍 好 最後二巴,平排衝刺,外面行運快車上來的勢相當好 裡面還有競技勇士,內蘭那邊是保城智勝 中間是知道必勝那些馬,接近中間,行運快車外面蓋上來贏馬 跑第二名,知道必勝,第三名是保城智勝,第四名是競技勇士 這隻頭馬這一匹的行運快車,如果大家記得上季出那幾次 其實他走勢都不是很規矩,出那些步驟當然不是那麼開揚 其實這一場頭馬,他的出步都不是那麼開揚 但是起碼改善了閃出閃入那樣東西 但是你看到他,這些幾步,腳都還沒轉正,步驟都不是那麼順 但是已經蓋上來,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說 這隻馬基本上根本是心不可測的 而且我覺得這隻馬是活力先生2.0 所以你看到這場,田泰安真的發揮得挺好 那些可能守姜誠,這隻馬又受到田泰安的姜誠 那你看回,保城智勝那些都是恰如其分 叫做初上二班,其實就真的有些考驗了 那可能要再有進步一點才行 那知道必勝那些,就是二班根本都是中堅分子 那最後那幾步就過了那隻保城智勝 就搶了那條Q回來 那看一下巡邏影片,看看巡邏影片 看看各自幾隻馬的跑法 那這隻馬的跑法 那是十一檔 那其實早段這隻馬都是縮了,都是順著走 就慢慢慢慢就洩過來 現在跟著一隻巡邏風的旁邊 你見到田泰安都不斷看了 看一路走過去了 那知道必勝就放在中間 保城智勝就在,本來打算前面 那邊搶一搶口 那現在外面那隻綠色時代搶過去 那他就變得結束了,就順了一些 那幸運快車在哪裏 那現在這裏,田泰安都順著 那他都走得順順 現在就塞在那隻競技勇士的後面 那外面那隻長長精彩,蓋上去 那現在開始轉彎入直路了 那他都是慢慢慢慢慢慢走順他 那走順了,這裏擺正 那接著就打邊 那一路,其實這裏,你見到他出的步 都不是出得那麼快 剛才我所說的 他都是正常加速 那這裏還要是,這裏還要是還未出正腳 那相反你看到,知道迫勝 知道迫勝就是這裏 那裏,這裏看到潘頓不斷狂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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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了上來了 那裏面的保城智勝,就可能 早段就 就是臨尾,好像柔了一點點 就是脫掉了條Q 那這裏,你見到都是打的 但是他在裏面,和早段的走法 可能隻馬的進度就未夠了 但是初上二班的走勢 其實都算不錯 走得都不差 OK 那這裏,幸運快車當然 大家一定要長馬 這裏馬,他就立入正軌 叫做踏入正軌 就贏得都很清脆 但是這裏馬其實還有很多很多進步的空間 你見到其實,尤其是最後那三四百米的走勢 其實都未完全是施展到這裏馬的後勁 那他都很輕鬆 不用了,可以不要了 那這一場馬 其實賽後報告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唯一是說的就是鄉村季寶 流鼻血 因為今季就回復舊例 流兩次鼻血就要強制退役 所以這隻馬就再見了 還有,早段他都放不了 所以這隻馬其實都用盡了 另外,保城智勝 其實跑了這一場,初上二班 我覺得他適應了步速 因為這組二班又不是太強 而是強組 因為頂磅那隻鄉村季寶 都是95分 所以就 如果他上回正常一百分頂分的組別 他再揹回輕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隻保城智勝 再出都有留意的必要 這隻馬是不 這隻馬我都說過 都是這位馬主 養的馬之中 質素比較最好的一隻 那麼輝哥一定想辦法幫他 幫他在二班突破二班 幸運快車也是 贏了這場 應該都還可以在二班跑 二班再揹回中榜 這隻馬一定 如果還可以再留意 因為我都說這隻馬 今季應該是一隻值得長筋的馬 看看他可不可以趕到跑國際賽 如果他跑到短途錦標 那就更加好 這隻馬 真的可以見到那些 好像見到那些三右跑國際賽 即是活力先生2.0 希望我沒有批錯他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說回 禮拜 剛剛昨天的十月一日的賽事 我特地講到一場馬 只剩下不太多時間 我其實就是特地想說回一隻馬 先講講第一場 第一場這一場 四班千二 頭馬那隻飛馬輝煌 最後落到只有十幾元 為什麼我要講你 就是想跟你講這隻飛馬輝煌 如果大家有訂閱 訂購我們 旭敏射馬的節目 我記得那次我們開羅日 我那場提示中四重彩 所以當時我就很特別聲明 要你們要跟進這一筆飛馬輝煌 就是說他會很有表現 丁冠浩就不敢怠慢 跑完那場之後 終於部署 昨天再出 熱都照吃 所以我們就看看這隻 這隻飛馬輝煌 如何大熱勝出 推薦吧 好 你一開閘的時候 慢了一閘就是暴風客 前面快的 見到外面位置大純威走上去 中間橙衣是飛馬輝煌 內藍白衣銀士 最出藍衣 還有這隻 就是得益良多的第四位 第五位歐洲新星 再在馬群裏 還有粉絲狂歡 內藍位置橙色眼罩的馬 淺藍衣 清新動力 在後面有這隻暴風客 暫時電流紅衣 一隻是天天夠來的 轉彎的時候大純威放頭 接著第二位是得益良多 第三位還有銀士 第四位是橙衣黃帽 飛馬輝煌 外面橙色眼罩 清新動力 拿出粉絲狂歡 那隻歐洲新星被他推出去 尾以暴風客 包尾那隻 日日救 好了 入正最後直路 飛馬輝煌在外面橙衣黃帽 按住出來 現在開始比了 內藍那邊有大純威 中多銀士 外面粉絲狂歡 最後百多米 透出飛馬輝煌 入面位置了一隻銀士 內藍大純威 外面粉絲狂歡 最後五十米左右 飛馬輝煌透出 很有機會先不頭籌 銀士 應該是跑第二 第三名賣變大純威 第四名 日日救衝上來 和外面那隻粉絲狂歡 這場馬 爺馬那隻飛馬輝煌 當然馬上保重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跑第二 現在湧上來 剛剛湧上來 這隻五號的粉絲狂歡 這裏就柔了一點 本來呢 有個第四的 這隻馬 莫雷拉 再看多次 這裏還有個第四的 但是呢 為什麼他這麼慢手 這麼柔的呢 莫雷拉 最後呢 過終點 第四就保不住 然後就被裡面那隻 日日救就過了 那這裏呢 莫雷拉 就被人罰了 那 我們一邊看巡台影片 一邊說 先說這隻 飛馬輝煌 就排二檔 這裏呢 這隻馬 其實都 都 都是幾千一磅 打外的馬 一出 梁家俊都是順著擺 順著走 都不是說怎樣逼他 那外面那些大純威 得益良多 就把他蓋起來了 那一蓋起來就更加好 那你變成梁家俊 就可以再輕鬆一點 就不用拖著隻馬 拖得那麼辛苦 那粉絲 粉絲狂歡在哪裏呢 粉絲狂歡 就是在這隻 飛馬輝煌的後面 那其實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 拖得都很順下的 那現在慢慢慢慢呢 就轉入直路了 那這裏呢 其實都是很穩陣的 那這裏呢 擺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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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一步一步 你看到梁家俊 一步一步 叫他給他 按鍵 叫他動 現在還未開邊 那現在 粉絲狂歡 這裏先開邊 粉絲狂歡 這裏呢 就打了兩邊 打了幾邊 那這裏呢 其實這隻飛馬輝煌 就已經透出了 那這裏呢 贏得都很輕鬆 那順利就替這隻馬保重 那這裏呢 再看回頭 那這裏呢 其實這裏呢 只要鎮有很多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那裏呢 那我再側前一點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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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粉絲狂歡 這裡打了兩邊 三邊、四邊 打了幾邊 再打 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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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 打了兩邊 三邊 四邊 打得開始便宜 但是再收正 再打 這裡打一打 他又兩邊 不繼續打下去 那就游一游 但是這樣就沒有動過第四 再看回環境 你看到他也是打 這裡 打了幾邊 其實應該 你沒理由不打到尾 剩下到終點 你又不是帶來很多 你這樣就沒有了 第四 因為第四 就是牽涉到有四連盲 和四重彩排賽 所以小組就罰了他停賽 那我就讀一讀 可以不要 那我就讀一讀 讀一讀 讀一讀 那個賽後報告給大家 先聽聽 第五名 馬匹粉絲狂歡 騎斯莫雷拉 被裁定違反賽事規則 一八 括弧二條 未有力拆座 至終點 表現未能令小組滿意 事源貪 再不斷手足並用吹拆 其實減弱了吹拆力度 考慮了始終事件 情況和第四 和第五名班 過終點的距離 就罰了他罰兩天 那我就有個問題了 莫雷拉 是一個冠軍級騎士 對不對 一個這麼經驗老到的騎士 那你判斷錯誤 那你也是罰兩天這麼少 那是不是因為他是莫雷拉 所以罰這麼少呢 如果反過來 那是我們華籍騎士 那會不會罰兩天這麼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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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之前的賴仔 那會不會被罰兩天這麼少呢 那會不會是放生他呢 那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罰得久 又怕沒有騎士 那找替工又難又要檢疫 那是不是這樣就放他呢 那你起碼罰錢也要罰一下他 那你這個 那你這個 是牽涉到 牽涉到四連環和四重彩的派彩 那你可以回來了 那還可以回來了 那還可以回來了 那還就是說 這隻粉絲狂夫是有票的 那6.4倍都是熱門之一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 很傷確 你是一個冠軍級騎士 那你也是罰兩天這麼少 但是就罰了他兩天 那就是跑完這個 跑完這個禮拜日之後 就開始停兩天 那就是7號12號 那就是12號之後 才可以再次出賽 那所以就 這其餘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這隻飛馬輝煌 其實跑了一圈 贏了 那大家都 這隻馬 贏得都這麼輕鬆 那這隻馬當然就 不開玩笑 應該都是 有能力 都應該都是有能力 都應該都是有能力 征服三班 所以這隻馬都是值得跟進 那我們休息一會 那回來呢 我們繼續說 10月1號的賽事